偏南風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邊好多的熱對流 你看從緬甸一直到中南半島 整個越南 都是有大片的熱對流 這個就是閃電 這個白色是現在發生閃電 然後藍色是前一陣子在發生閃電 照南海還有菲律賓都是 其實最近真的很幸運 因為有東北風加上南方的雲溪東移 台灣這邊反而是像春天的雲溪 這個西南風很暖的 西南風就在這個地方等 再過一兩個禮拜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請大家雖然涼 雖然有點雨還蠻怪怪的 這個就有點像春雨的感覺 但是老實說還蠻舒服的 未來大概就是這兩天 都是一個雲系東移的過程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未來各位可以看 其實這邊雲系大概在禮拜四禮拜五 就會慢慢的緩和 等於是禮拜四禮拜五 是一個緩慢回溫的過程 然後到了週末 這個東北風會明顯的減弱 改為吹東風 還是有一點水氣在這個地方 但是雨期不會那麼的多 也不會那麼的明顯 會稍微的回溫起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稍微回溫起來 所以天氣 雨期 多麼母親節假期天氣應該還可以 甚至有點悶熱的感覺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 其實我們很幸運 這個地方其實這邊水氣還蠻多的 目前來看的話 還未來就不一定 下個禮拜就越來越多 暖室的水氣會上來 另外有幾個擾洞 低壓在這個地方發展 不過目前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這個時候縱使發展成為颱風 大概影響的機率也應該沒有很高 台灣的天氣大致上東北風涼涼的 然後還是有一點偶正雨 那預期呢 其實大概會慢慢的雨 各位有沒有看到 轉變為吹東風了 轉變為吹東風了 溫度就回升 六日吹東風會更明顯 風速也會微弱更微弱 那另外呢 南風在這個六日一會明顯轉變 然後下禮拜一二 可能又有一波東北風又再下來 所以最近的天氣呢 有點小變動 請大家留意一下 禮拜四還是偶正雨 但是降雨的面積四五六 應該會趨緩 禮拜天緩而更多 禮拜天的天氣應該是還不錯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今年母親節的假期 然後禮拜三呢 其實晚上的時候 中部空平比較差一點點 這時候呢 擴散比較差 那其實昨天呢 剛好有一個這個事故發生 最近建議大家 如果有淋雨的話 盡量不要馬上淋雨 那如果有淋雨的話 其實有時候 空氣中裡面的微粒也會附著 跟水粒跟污染會附著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動植物的發展 另外呢 這幾天溜涼涼的這個溫度 然後預期呢 禮拜四 會回溫一點點 但是不是很明顯 還是偶正雨 但是預期呢 會慢慢的緩回溫當中 東半部水氣比較多 我們剛才的建議 微弱的封面盤鋸 還是偏濕涼 週四五還是偏濕 緩慢的回溫 週六日 就明顯回溫轉勤了 那中午呢 甚至有點悶熱 大概30度的上下 媽媽的穿肘 跟這兩天是完全不一樣 還是可以穿夏季的打扮 那週末末後呢 大概從週末開始 預計到下個禮拜 會有一點偏悶熱 跟這禮拜天氣 就完全不大一樣了 請大家稍微多留意一下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